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上需要拍摄两次的情况下 他只需要拍摄一次 所以可以降低民众的布设计量 将成为高阶医疗显向显示器重要诊疗商品 在智慧制造方面也很有亮点 原本凹凸不平的鞋子模型 透过机器手臂轻松快速完成打磨工作 一只不同鞋子类型挑选合适模具 调整力道 提升至少36%的生产效率 未来可能不再需要智协师傅 一般来打出 人工在打出过程上 大概花18秒到20秒的时间 大概16到20 那我们现在这个大概13秒到15秒内 就可以把它打出完毕了 所以除了缩短时间之外 它产能可以增加 即将有这样的无人 其实不是无人 有很多人上车了 是无人驾驶的巴士 全球力量自驾公车光达 在台湾创新技术火览会首度亮相 大约9米长的低底盘公车 车内车外暗藏玄机 明明是一般柴油车 却不用驾驶操作 关键就在车头侧边的这个白色设备 叫做光达 它像公车的眼睛 可以侦测人车距离 仿佛看见外在环境 车头监视器加上光达 共有四支 将以上传回中控系统 在整合云端中现有路况 公车就能决定最好的行车路径 比如说闪红绿灯 闪避行人 或左右转向 全都自动化操控 不过目前国内法律 还没有核准自驾车上路 以后民众搭公车不需要司机 资讯还能够公开透明 这辆自驾车 都在台中花博园区首次上路行驶 渴望兴起观望效益 我早就试就се驾车 有意儿 我早就试就接近了 对那么快 是 感谢观看